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从关系预行事仍然是大家关注的交流 郭政组是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弹的情绪 很多投资者都在实际上 国际油价开始回落 在周三角地区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 正在想办法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GTV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当中 中国创造仍然是最重要的 大家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盛世买古董乱世买黄金 说的就是黄金价值坚挺能够规避风险 而在金融危机爆发股市大起大落的时候 黄金的这一功能发挥的更加淋漓尽致 就在上周二 国际金价再次突破了美昂斯一千美元大关 这也是近二十年以来国际金价第三次突破千元高点 那么国内市场对这一价格有作何反应呢 一起来看看 金价上涨 金电也跟着沾光 在中国黄金集团北京的旗舰店 副总经理李小冬告诉记者 仅仅这块12.5公斤的黄金 一年的时间价格已经涨了63万 更让他高兴的是金价不断上涨 黄金投资市场也火了起来 作为投资黄金比较更保险一些 因为毕竟我能拿到食物吗 要像炒股票啊 基金呢 我觉得就是有点风险 客户翻着背的增加 并没有让李小冬松一口气 因为上周国际金价突破一千美元大关 还带来了一件麻烦事 那就是现在每天开门营业 都要准备大笔的现金 因为到店里来出售黄金的顾客 突然多了起来 每天比较于平时的那个回购量来说 他大概是翻了近十倍 在店里记者看到 一块块顾客的黄金被融化后回收 李小冬告诉记者 这么多人之所以急着卖出黄金 就是因为前两次国际金价 突破千元大关后就迅速下跌 而这次为了保住盈利 国际金价一突破千元 不少顾客就开始抛售黄金 基本上我们每天的这个 回购的金的使用都在2000万左右 所以这个量的话 对应过来的这个黄金的话 大概是100公斤左右 日均都能打到这么一个量 每天回收100公斤 只卖出20公斤的黄金 中金集团这家旗舰店的遭遇反映出黄金投资者 落贷为安的心态 看完了实物黄金市场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另一个黄金市场 这就是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的黄金延期交收市场 和传统的市场不同 在这里最高你可以选择六到七倍杠杆来进行交易 也就是说可以用一万元来做七万元的交易 当然这种交易方式的收益和风险都同时被放大了七倍 黄金价格上涨百分之十四投资者的收益就能翻番 相反如果黄金价格下跌百分之十四投资者也亏的是血本无归 同时这个市场不仅能买涨还能够买跌 如果投资者选择七倍杠杆买跌 一旦黄金价格跌了一元钱 你就能够赚七元 在这个大进大出的黄金延期交收市场 投资者又如何看待破迁的黄金呢 来具体了解一下 在货市场哪还是在跑 咱们买得多 跑得少 投资金条属于传统的黄金市场 只有金价涨了 投资者才能赚到钱 可是在黄金的延期交收市场 不管金价涨跌 只要投资者买对的方向就能赚到钱 所以这个市场也是异常的红火 交易量的话 从原来的每天日均大约在两吨左右的交易量 现在到三吨四吨交易量 甚至有一天到达了五吨的交易量 折合金额的话比较直接一点 就是说从原来的 比如说四个亿五个亿 到后来的六个亿七个亿 到当天有一天达到了十个亿 在上海 记者找到了这样一个投资者 他告诉记者 国际金价很难操纵 黄金延期交收市场交易时间长 不仅可以买涨 同时也能买跌 所以他身边不少做期货的朋友 都纷纷杀了进来 如果你分钱放大的话 我身边很多朋友 很多几个礼拜都三倍的都有 看到黄金延期交收市场交易开始火爆 各个银行也坐不住了 在上海拥有20万客户的新银银行 开始在各种场合不断的举办投资者交流会 抢起了客户 是不是能通过这一块 能使自己的资产能够进行保值增值吧 保值功能是黄金对投资者最大的诱惑 去年9月15号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 三天之后 每盎司黄金的国际期货价格就暴涨近70美元 创下了28年来最高单日涨幅记录 随后呢 大批投资者开始跟进 一步步的推高黄金价格 现在国际金价已经是接近1975年以来的最高点 而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 最关心的是 在这样一个价位继续投资黄金 究竟是风险大呢 还是机遇大呢 我们来看看一位资深投资者的经历 国际金价突破千点 并不意味着投资黄金没有风险 现在我们看到的人名叫张卫星 2006年 他成立了高德黄金 一和金银制品有限公司 并吸引了大批客户 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显得小了 很多客户来提货呀 这个交易的过程中呢 就已经就是已经有点拥挤 张卫星对当时的黄金价格长期看涨 但是2008年7月15号到8月份的这一段时间 国际黄金价格出现了一乎寻常的急速暴跌 跌幅达到20% 导致张卫星的黄金期货投资发生爆仓 损失高达几千万元 从目前看 虽然国际金价的走势符合张卫星当初的判断 但是20%的价格波动 却让他翻了船 我们都知道很多人被强平了 但并不一定是很多人有自主交易 你明白是被迫的交易的 专家告诉记者 如果张卫星只是用自己的钱买卖黄金 就可以熬过那段时间 现在也能够赚到不少钱 但是张卫星之所以产生巨额亏损 有人推测 他是选择了五倍左右的杠杆来炒黄金 也就是说 动用了几千万元的保证金来炒几千元的黄金 所以当黄金价格下跌20%左右的时候 张卫星的几千万元保证金就亏完了 被强制平仓 淘汰出局 和张卫星的遭遇一样 在本次黄金价格上涨中 不少买跌的投资者也被强行平仓 鲁利罗告诉记者 不少投资者比张卫星还厉害 有人甚至选择了七倍的杠杆 如果黄金价格跌过了你的保证比率的话 你不强平银行就替你强平掉了 把你的仓位给你嘎掉了 那么在本轮国际金价上涨 到底打垮了多少国内投资者呢 虽然记者没有得到这方面的统计 但上海黄金交易所的网站还是反映出来 9月1号2号 AUT加地合约的全天成交金额 还只有15到17亿元 但到了9月3号4号 全天的成交金额 竟然分别飙升到92亿和67亿 成交量翻了四倍多 所以当市场黄金大幅波动的时候 很多人涨的时候卖空的人全部都被那枪平了 跌的时候那看多的人全部都滚下 你就会发现巨大的交易量在哪一瞬间 不是瞬间就在那一段时间里在流通 看来买黄金也不是稳赚不赔 就像投资任何一种资产一样 如果看不清价格走向 投资黄金交易产品也同样会面临巨大的风险 眼看着国际金价突破了每盎司1000美元大关之后 这两天又在横盘整理 市场上又出现了1000美元到底是顶还是底的大讨论 其实不管在技术层面如何调整 黄金的中长期价格走势归根结底 还是要看美元的列色 今年春天美联储购买3000亿国债 大家担心美国放基础货币 对通货膨胀有个预期 所以这个时候黄金涨了一波 那么这次是因为G20会议 大家认为宽松的货币政策 现在还不到退出的时候 就是说美联储还会继续定量宽松 继续投放货币 大家担心美元继续贬值 担心未来通货膨胀 所以说黄金又涨了 历史经验多次证明 过量发行纸币就会引发通货膨胀 这次多个国家一起表示 还会继续保持流动性 国际金价也做出了反应 在突破1000美元后 并没有像前两次那样迅速下跌 而是开始横向整理 这也表示 看好黄金价格上涨的投资者 越来越多 那么未来黄金价格 究竟是涨是跌呢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 首席外汇分析师王小萌认为 未来黄金的价格很有可能达到每盎司1200美元 因为在经济危机中 有大量避险资金流入到美元 现在美国经济开始温和复苏 这些避险资金又开始流出美元资产 但采访中很快就有人站出来 反对王小萌的金价上涨论 我们是认为金价整个来讲是实现一个正当下行的一个态势 蒋书认为国际上黄金是用美元来定价的 未来美国经济开始温和复苏 很有可能造成美元走强 黄金价格下跌 经济有可能会恢复 或者说美国可能会出现通胀 那这样来必然会刺激美联储 他有可能会有一个加息的一个行为 那美联储的加息在某种程度上对美元又构成利好 那基于这两大理由 我们认为就是美元的这样一个中期走强的一个态势 是比较确定的 两个银行的专家居然对未来黄金走势看法相反 于是记者又找到了民生银行贵金属部门主管鲁利罗 他告诉记者他不仅看涨 而且看好国际金价会涨到每盎司1200美元 因为现在全球经济整体来讲是非常不明朗的一个阶段 所以会使很多人因为资金安全和这个避风的避风港的这座安全去往美元 往那个黄金去走 所以这多成原因促使黄金上的 三个专家有两个看涨 为了谨慎起见 记者也咨询了中国期货行业创始人之一的常青 没想到他的加入让未来黄金走势的辩论更加摸不着头脑 目前价位不敢买了 因为作为投资来讲 他的生殖空间看不清 所以看不清的事情不要多 一分半广告之后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 前面我们就黄金价格走势 请教了四位专家 两个看涨 两个看跌 势均力敌 针锋相对 其实国际上影响黄金价格的因素是非常多的 不仅受供求关系 同时也受到经济政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就在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突然宣布将会卖掉403公吨的黄金 这对于市场来说是一个利空的信号 黄金市场风云变幻无穷 即使专家也很难看明白 那么是否意味着投资黄金就只能赌运气了呢 也不见得 专家告诉我们说投资黄金还是有窍门的 我们一起来听听 股票是你对一个公司 市场对一个公司对吗 的评价 你换一个糟糕的CEO来了 明天你狗屁都不是 但是黄金最最最最终不同的时候 你可以拿一块黄金的金块回家 我老开门上 对不起给你老婆打的金项量也是一桩事物 对吗 看到太多人愿意去大起大落的股市赌运气 也不愿意投资价格波动比较小 但能够保值的黄金市场 努力裸赶到国内大部分投资者还没有树立合理的理财观念 一千年以前的黄金和现在的黄金都是同等价值的 特别有意思 这就确实 我觉得我就是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应该把资产的一部分拿出来做 就是作为保值黄金市场 但我也不赞同所有的 那你要用 急着要用钱了 你老先生都买了黄金了 你短期内三月以后 你急着上医院了 你得了病了 家里人你这不是就亏了吗 所以不是只是你资产能够 像张卫星这样的投资高手在黄金市场里都遭受惨败 那么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投资呢 新年银行资金运营中心高级副理陈向峰认为 张卫星败就败在使用了太高的杠杆 而真正的高手一般都会把杠杆放得很低 所以普通投资者可以把杠杆率放在三倍以下 甚至不使用杠杆 照他第一个就不要出现这种保藏的风险 第二个要保证资金本金的安全 陈向峰还透露了一个小秘密 在保持低杠杆的情况下 如果能够做到下面这一点 盈利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 从整个历史情况看的话 黄金基本上没有跌破过开采成本的价格 因为这个是很简单的 如果说黄金的价格低于它的开采成本 也和生产成本的话 那这个市场的供给会出现问题 那么目前黄金的开采成本到底是多少呢 基本上品位比较好的矿 品级比较高的矿的话 每个开采成本在130多块钱 比如在130和135之间 这个数字 品位稍微差一点的矿 大约在170块钱左右 一般正常的 就是国内的平均开采成本 是在150块钱每克 这个就是开采成本 采访中几乎所有的专家都认为 这是判断黄金投资时机的好办法 去年10月 国际金价就曾经达到每盎司680亿美元的地点 上演了触及成本线后迅速反弹的奇迹 关键就是在于这个价格 已经打到了绝大部分厂商的生产成本线 如果价格再往下跌的话 可能黄金的供应也会出现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黄金没有继续下跌的动力 那么所以很快被拉升上去 一直到这个历史高点的附近 黄金的开采成本价在每克150元 目前国内黄金价格已经达到了每克220元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黄金已经到了卖出的时机呢 中国农业大学金融学教授长青告诉记者 国际上黄金是用美元来定价的 从历史上看 美元走强 黄金一般下跌 而美元走弱时 黄金往往会上涨 目前美元的利率正处低位 正是走弱的时候 所以普通投资者应该时刻关注美元利率的变化 等到全世界经济复苏了 那么美国的货币政策转向了 美元开始提高利率 那么就会导致美元升值 要是美元升值的话 有可能对黄金影响比较大 美国金融危机不断深化是金价上涨的主要推动力 非常时刻黄金尽显它稳定器的本色 但是在黄金延期交收市场上 6到7倍的杠杆率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 还是具有相当高的风险的 如果不注意防范和控制 张卫新的巨亏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稳定器在投机炒作的理念之下 也会变成活摇桃 作为最硬的硬通货 黄金带给我们的不仅是避险的机会 更代表了一种投资理念 理性和价值才是决定它价格走向最根本的力量 当投资者从大起大落的股市抽身而出的时候 应该意识到只有价值投资 才能够在黄金市场逃到真金白银 如果继续是抱着追涨杀跌的投机心理 恐怕这场淘金梦就很有可能会落空了 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和股市期货比起来 黄金市场一直是不温不火 但黄金的价格一直在追随着它的价值 正是坚守着这个功能 黄金才维护了它的地位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经济半小时 同时也欢迎您继续关注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